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台湾总统大选底定 赖清德确定当选总统 2024年的台湾的立院龙头 已经现身了吗 我们来看一下 会蓝白河还是绿白河呢 那韩国瑜配江启臣 游锡坤配蔡奇仓吗 谁能胜出呢 我们来看下去 好 韩江配韩国瑜18日正式表态 出战立法院院长的选举 也宣布 找来前国民党主席江启臣 并搭档组成的韩江配 并且喊话 感谢启臣同意一起并肩作战 搭档呢 韩江配 虚首呢 矫正回归立法院该有的监督 还有制衡的角色 而不是呢 过去八年的立法院呢 不过呢 韩国瑜也表示 民众党呢 若愿意合作的话呢 江启臣愿意将副院长 优先给民众党推出的人选 民众党如果能够推出的人选 那肯定就是呢 黄国昌 那我想呢 只有他当过立法委员 所以他比较知道 党团立愿的一些运作方式 那至于那个 被骂到臭头的黄珊珊 可能还蛮不得人缘的 如果他要出战的话 是不可能的事情 来我们继续看 好 侯友宜的祝福呢 19日表示呢 对于呢 韩江两人宣布 要竞选立法院政府院长呢 都给予高度的期待 强调最重要的是 面对呢 在野监督的力量 大家要以名为天 道德 请听人民的意见 好好的发挥名字注油 更重要的是 台湾的未来找出一条 更安定 繁荣永续的路 活于最后再喊道呢 祝福他们要加油 来 每一个人都需要加油 好 由蔡佩 至于呢 民进党是否以 游锡坤蔡其汤来搭档 继续搅出政府院长 蔡其汤本来就是呢 副院长 一定是这样 柯静明说 柯静明也表示呢 国民党与民众党 现在是相互呢 尔虞我诈吗 好 那就是民进党乐见的嘛 他如果跟国民党 尔虞我诈的话 那他是不是 民进党就会得到 民众党的支持呢 我觉得不太可能 我们再看看吧 不过呢 我也不能讲得这么肯定 我觉得呢 现在呢 如果民众党要继续经营 下一次的总统大选 他可能要难过很多志愿 好 民进党会按照自己的规划中 民众党没有跟民进党接触 目前我们不会跟民众党谈 怎么可能会跟民众党谈 民进党这么大的体系 那国民党当然他也希望成为立院龙头 所以呢 他希望大多数 以后呢 决议案呢 不是民进党说了算 其实这也是很多 我们这次总统大选 只有40% 就是民进党的基本盘 其他60%已经翻盘了 大家应该很清楚嘛 所以百姓是希望怎么样呢 不要立法院呢 一党独大 来接下来 他也要争取吗 好 那陈昌明呢 证实呢 傅宫旗有意要争取立法院院长 传好久前来电话拜托 没聊什么 但是意思我们都懂 不用讲那么明白 关于呢 支持傅宫旗还是韩国瑜呢 陈昌明呢 文后呢 先停顿一下 回应问题也很敏感 他保留一些空间 好 傅宫旗如果要跟韩国瑜争的话呢 傅宫旗是不是得到更多的民意支持呢 我觉得会有一点困难啦 来接下来 韩国瑜回应呢 对于呢 傅宫旗有意争取政府院长呢 韩国瑜表示呢 对于个人想法不予评论呢 他跟江启臣联手是希望 让人民觉得有强大的改革动力 要反映人民需求 个人其他想法不在我们考量之一 也跟朱立伦沟通过 韩国瑜说呢 下周党内呢 栏尾就会开会讨论 到时候大家心里有数 可以全盘拖出 最主要是 这次国民党虽然输掉了 国民党的总统大位 希望的总统大位 但是韩国瑜 他是不分区第一名 他又选过总统 他又当过呢 高雄市市长 所以他的资历来讲 他还当过新北市的副市长 以他的资历来讲 其实在政坛是完整的 傅昆琦也不遑多让啦 只是傅昆琦的 这个很多的问题呢 都一直盘旋在国民党里面 那这些大佬会不会支持他呢 我觉得是有困难度 否则不会把韩国瑜放在 不分区第一名 来接下来 民众党出招 外界关注民众党 究竟在挺蓝或挺绿呢 哪一方呢 民众党立员党团呢 副主任呢 兼发言人呢 杨宝珍回应19日说呢 要先看蓝绿怎么回应呢 国会改革立场及四大承诺 但他一坦言 不排除各种可能性 自己提名 或者呢 投蓝投绿都可能 其实我觉得呢 民众党不应该是这样 当初呢 当初我要讲一句公道话 当初呢 民众党就是要把民进党拉下台 如果他还去跟民进党合的话 我没有说他不一定会合啦 但是呢 如果这样是不是有背离民意的基础呢 如果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呢 那民众党就会玩完了 就会玩完了 为什么 因为大家应该都很清楚 年轻人为什么跟着副文哲走 就是希望呢 绿地变蓝天 不是变白天 有白云飘飘的天空 如果呢 民众党的党主席呢 还要去跟绿营合的话 我觉得这个 在政治上面来讲的话呢 对民众党是相当不利的 相当不利 他跟民进党合 肯定是不利民众党未来的发展 想想看 现在还是绿营大啊 还是总统啊 你跟他合作什么呢 对不对 当初你开出的条件不就是要年轻人跟着你走吗 要年轻人跟着有未来吗 说要下架民进党吗 那如果这样你现在呢 没有选上总统 然后呢 又是 这样子飘东飘西 我觉得这个是民众党 不过发言人这样讲话 我觉得他应该要更正一下比较好 否则年轻人真的会跑光光 来接下来 后文者18日回应强调呢 他们已提出想法 若有志想要呢 争取利益龙头 因智力推动国会改革 而非只求落实党义呢 这是我们集体意志 不会因任何游说 游说游说而改变 好 其实他没有进入立法院 现在是 立法院一定是由这两个人在主导 民众党 因为其他八个人呢 其他六个人没有什么 从政经验吧 那我们可以看到黄珊珊是当过议员 那只有黄国昌当过立委 他当时在力量的时候他当过立委 那接下来呢 当然是黄国昌来再主导 再立院 那黄国昌呢 现在他已经说 他不选立法院副院长 他既然不选副院长的话 他说他想咨询 我觉得这是对的 好 接下来 好 请大家帮我按赞分享订阅开小铃铛 立法院的大乱斗 蓝绿白谁将是最后赢家呢 留言告诉我 你认为呢 立院院长以及副院长是谁会比较好呢 韩江配的话就留言家一 油菜配的话留言家二 那么呢 如果你觉得老师讲的对 你就留言家三 不对 我不要三 我喜欢巴 立院加巴 好不好 巴的意思啦 我希望我们台湾能巴 巴巴巴 那立院龙头我们呢 还是要看一下 其实党团总召 柯建民 是个不简单的 这才是重点 好 所以铃铛要怎么收呢 你要不要忘记了 王建民 是立院龙头老大 他很厉害铃铛的 在台面上打到半死 头部血流下来 头脚收拾 肩膀拍一拍 好好瞧一瞧去吃饭喝酒去了 所以呢 我觉得呢 国民党跟民进党 如果还是要继续这样干的话呢 台湾就没有未来 大家认为呢 因为很多不应该的法案秒通过 你就会有什么可以值得人民信赖的 我想我讲这番话其实心里蛮痛的 我真的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局 好 谢谢大家 帮我按照分享开订阅一下小铃铛 祝福我们台湾越来越好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